菩提心 它的体真诚 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 清净平等 这是自立对待自己的 对自己要真诚 真诚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心底清净平等 聚而无明 自受拥而 如果心里头这个现象不出来 没有清净 没有平等 没有聚 我们那个真诚心完全没有 真诚心流出来的 肯定是清净平等 决定不错的 对待一切众生 决定是大慈大悲 如果对人不是真诚的慈悲 对自己不是真正的清净平等 真诚没出来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菩提心是有名无实 不是真正的 跟阿弥陀佛 跟诸佛菩萨 起不了感应道教的作用 真诚心从哪里做起 从不欺骗自己 不自欺 不自欺才不会欺骗别人 自己自欺的人 欺骗别人是正常现象 对自己都不真诚了吗 何况对人呢 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 老师对每一个同学 都送一句话 我记得对江义址 画后面对佛图画的 我们是同学 画家 这当代有名的画家 这是个有成就的人 老师送他一个词 将他手撑出来 在他手上形成 写一个尘字 然后把他手握起来 意思是 你一生就把这个字抓到了 你就会争够 他就牢牢记住这个字 老师给我的是四个字 至诚感通 要呈到极处 才能够与佛菩萨 与众生感通 下感通一切众生 要真诚到极处 要真诚到极处 那用什么方法 现在我们就用念佛方法 用念佛达到 至诚感通 念佛还得佛理价值 按照顶 顶顶